为了让水源部落族人知道如何使用AED来进行急救 秀林下面代表王沈刚 邀请到专业的讲师进行讲解学习的CPR AED的观念向下扎根 当族人需要急救的时候 可以把握黄金时间来自救或者是救人 提升到月前抢救成功的机会 凯勒斯股份有限公司 自带AED给水源村的部落族人们 同时也自带感谢赚给专业讲师黄佳恒 包括水源村长黄明辉 水源车系发展协会理事长张根森 秀林下面代表王沈刚主 水源部落会主席共同的感谢 来到部落族人们教导PCR的操作 以及使用AED的技能 我今天要特别谢谢我们黄佳恒凯勒斯的负责人 然后他捐赠了一台AED 到我们的水源部落 那我希望通过这次的教育训练 让我们可以更多普及 这种方便的救人的器具 那我也很感谢说 在蒙善根的红理事长的引荐之下 然后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资源 那我们也会把这个好的善良的回馈给这个部落 那另外我也请部落的长者 可以做我们的主统饭来回馈给理事长 然后还有愿意可以支助帮助我们的人 我认为施与寿都是一个非常福气的事情 那正确的事情 善良的事情 我会继续努力下去 网上告诉表输 希望透过民间以及公布门的资源导入成功 团地紧急救护的理念以及技术 落实PCR教学AED的观念向下扎根 当自身与意外事故或轻易人身体突发状况等灾难的时候 可以把握黄金时间支救及救人 提升到院前抢救成功的机会 增加带救民众到院前的存活率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